还有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这期视频是专门复盘一下 我们的报道Sketch界面课程 那这期课程也在12月3号这天结束了 那么这期课程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是由我、纸巾、交部我们三个同学 一起开办的这个课程 帮助同学们能够确实落地地去解决界面设计这个基础问题 我们认为在很多UI设计之中 其实从一开始的产品思维 到最后的整个的界面上线或者包装作品集 其实这个部分会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鸿沟 就是我们如何去落地做一个能具用的界面 那在这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很多落地的知识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会分了很多机课程去做 一开始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 就想做到跟行业不一样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很暴躁的点 包括你们看到那个海报 那海报来自于纸巾老师之手 因为那个课程我们一开始定的定价 一反常耐不用299定价 298定价 我们的301 紧跟着开课报名报了一段时间以后 还涨价了 因为那两天我们备课背的实在是太累了 大家布同学熬了三个通宵 纸巾同学熬了六个通宵 然后各种各样的课件 各种各样的案例 哇真的累死了 大家一拍脑子 不行我得涨价 涨到了401 所以后来在我们群里边 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 就是只要有个新人再去加入以后 一群人会刷欢迎新的受害者 欢迎新的受害者 我都不知道他们新的人 报名也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好像进了贼窝一样 而且我们还设置了一个 不要转发朋友圈 转发朋友圈零元优惠 而且我们还说 就像今天这样的视频 我们会在课程结束以后 同步更新在B站 但是有些涉及到公司资料都行 我就不更新了 这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好了 换句话说 很多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课太贵了 纸巾老师的标准回家都是 OK你别报名 等等三个月就免费了 我在当时跟纸巾 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以为其实就跟他说一下 表达我们这种报道的这种特点 他真的去执行了 最后有三四个同学 都被他这么拦在门岸 他还特别高兴跟我说 说抱抱抱 你看这个人我就没让他报名 哇当时我就觉得 你怎么这么实在 但是说回来呢 我们在12月3号那天 做了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我开了这么多节课 哪一节课开始 我可能还有一些记得 但哪一节课结束 可能也只有这一期 我记得了 在12月3号那天 其实事实上 也就在12月3号的前一周 我们三个在开会 讨论最后一期课程 以及后边怎么去更新 我们的课程的时候 碰了一个很有意思点子 我们知道纸巾 其实来自于原来王鑫 就是那个做快播那个人 后来创办了 那把马桶MT的 这么一个聊天应用 在聊天应用的时候 最后这聊天应用 最后其实也是没有干过微信 最后观战了 他跟我在描述一个 非常酷的场景 就是这个聊天应用 观战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那个聊天应用里边 互相加微信 然后互道珍重 这个画面好酷啊 应该用在我们的 界面课程里面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讲了六年课 我带的裙 没有100个 也得有七八十个了 N多的裙 后来的结果呢 就像你们家那么多的裙一样 慢慢的没有人说话了 甚至裙里面的好友 也都没有人 没有人互相认识 那么这个群就慢慢就结束了 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 广告信息 转发信息 里边人家里的人 也是不外乎推销些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我们的报答 Sketch课程 不应该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三个人 一拍脑门就决定 那就这样吧 我们在最后课程 结束的时候 把群解散 如果你还想再去看课程呢 可以上这个C-Talk 再去看我们的录像课程 或者呢 你等着B站的同步更新 那天的时候 也是从来没有征兆的 我在开课前 就跟他们说了 我没有想到 就是我以为整个群会炸锅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很多同学都理解我们的想法 然后互道珍重 还有人迅速在群里边 建了一个这个二群的这个连接 大家赶紧去加二群 然后呢 还会有 把一些很多同学 等着去看录像同学 然后喊过来去参加直播 那天晚上 我们是83个人的课程 有61位同学 在我们最后节课的时候 还能出场 这个在我带所有的先生课里边 是非常非常高的出席率了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 也如常去脱堂了 我们本来原定在10点左右节课 但是那天呢 已经讲到了11点一课 在那天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群里边 各种各样的同学 都津津有味在听的课程 11点一课的时候 我们结束了 我跟大家不跟纸巾在聊的时候 我说那么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才能真正到12点解散群 我们该如何度过一个小时呢 我记得当时纸巾跟大家不都跟我说 说 哇 我觉得咱们现在好尴尬 如果我们到12点的时候 没有人看该怎么办 就会不会我们就看 就是垂头上脸的 自己三个人偷偷地把群解散了 一个小时 然后在群里边 我们做了一个小条的小任务 就是如果我们要解散群 那有什么想给群留下的呢 大家去做一个海报吧 我们都是设计师 然后去用一个海报 来缅怀我们曾经有过的 这段经历 然后大家各种去做海报 你们看到这样的 有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最后的海报呢 采用了纸巾老师的这一版本海报 然后里面写上了一句 我们对于大家想说的话 然后呢 其实我更喜欢的这张海报 就是我们三位老师 还有当时 因为加班没有出席现场的 大家不老师的头像 那天会非常非常激动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体验 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即使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九个人在线上 去直播聊天 很多同学都是网友见面一样 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在里边聊得特别开心 互道珍重 互相去问 你们现在的工作 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我们会惊奇的发现 有群里边很多人 甚至我们都觉得 这个人就这个头像 他明明就应该是个男的 到最后一天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个女生 甚至还有大家去怂恿 他跟他这个 代交部老师表白 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是真的发生了 我们觉得大家在那一刻 连得非常的紧 最后结束的时候 最后的一分钟 整个频道在疯狂的刷屏 到最后的时候 直进跟我说 说那我们怎么去删群呢 他选择是叫删除并退出 我大概理解了一下 这个佣爱的意思 因为我从来没有解散过群 估计的意思就是 他退出并且把群出转让 不行不行不行 但那个时候 已经是11点59了 在直进明白 我们觉得应该是 把所有好友全部选中 然后全部删除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12点整了 我们手忙脚乱的 全部签加了一遍 最后的时候印象非常深 直接问我要不要点 我说点吧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 我不希望我们的群 变成一个死群 我们应该是充满活力 充满青春的暴躁的群 我也不希望群里里边 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广告 包括我们的广告 一开始我就没有 让大家去转发 我们觉得在这里边 学到有用的知识 能在工作中 确实能帮到同学去见面 就OK了 或者在这个比较冷的 这种设计的环境里边 我们互相认识 几个设计师的朋友 这是我们一开始所想的 为了达成这样 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没有错 所以最后还是点下了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只剩当时看了看我 然后我们正好 在跟代交部在视频 我们在放了一个 非常有感染力的音乐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的激动 当时在问我 那一切就结束了 结束了 但是事实上 到我们回家的时候发现 所有的朋友圈 我们能看到的朋友圈 都在讨论这一天的事情 谢谢你们陪我们走过了 报到SKY界面课程的第一期 拜拜 第一节课 稿没背熟吧 我们正常都是说要按稿来 但是根本没有按稿 大家对我的荣誉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我非常开心 然后不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有一些点讲的还是比较快了 然后没有讲的特别细 这个以后在课程中也会去调整 去更新 我期待的话满分吧 然后拿到的 拿到的一般般咯 也只有9.4咯 哎呀 这个很惭愧 光头啊 都表白了 能不印象深刻吗 我想想 可能是 一想之美吧 就是怎么想怎么美 那种 我觉得应该是 对 不不不不 因为每个人对美的评价都不太一样 只能说你自己想的 认为他是最美的那一个人 记得二十教读业啊 你就搭到这儿啊 我说你加一下 这样暴躁嘛 我就这样跳着 这次课程 你觉得背课最难的一节课是哪节 哪节不难嘛 哪节哪节都难 第一次做老师肯定慌了 他们叫我喝白酒 就不要喝啤酒 那么低级的东西 然后我就特别慌了 我紧张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的内敛 然后害羞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要喝点酒 因为我第一次去演讲 我也是喝了酒再讲 所以感觉会比较好 要比较的自在一点 有跟想象的不一样 就是一开始也没做过老师 然后 爸爸跟我说 就是同学不一定就跟你想的那样 就是你说完了 然后他就能做出来 后来去点评见面的时候 确实发现了 其实同学们还是有很多一些 比较基础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然后就点评的 可能有点稍微暴躁 然后但是希望大家见谅 我觉得 我觉得 以前我就是做坏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做老师不就是 每天上来讲一些自己知道的东西 然后糊弄糊弄就可以了 但后来我发现 就做老师其实真的贼鸡巴类 对吧 然后就每天要背很多的东西 就是 然后我问过 就包括爸爸也跟我说 就是台上讲一分钟 你要讲一分钟 一分的知识 然后就要准备十分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 一开始不理解的地方 就特别的辛苦 跟不知道大家想的一不一样 你一直其实私下里时间都在做自媒体 而且你也是一个现在还有点 有点小流量的一个小的抖音的抖主 你为什么不愿意在群里边 把你的抖音账号发在 发在界面群里面 就之前觉得自己粉丝挺少的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发 然后怕打扰同学的学习 然后天天看 因为我的视频 确实是做的比较精良 然后怕你刷了就停不下来 所以就不打扰你们 快过年了嘛 就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给大家拜个早年 好不好